接下来呢我们来使用投影图色样式 来制作四个图标凸起的这么一种状态 那第一步的话呢 我们要创建一个800x600的这么一个文档 创建好之后 使用我们的椭圆工具 按住shift键会指出一个圆形 画好圆形以后呢 这里要注意一下啊 我们圆形的颜色要和背景的颜色呢 是一个颜色 它们两个颜色呢是一致的 但是为了方便我们前期排版 你可以先给它先换个颜色 等排好版之后再给它换回来就行 那继续复制 好那么复制好之后 我们再把这四个部分进行编组 移动一下这个位置 调整一下位置 调整好位置之后呢 我们再将图标的素材托入进来 一共是有四个图标 拖键之后呢 我们再调整一下图标的一个大小位置啊 大小还好 那我们就只动一下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最后一个位置 行 那么把图标放上去之后呢 我们再给这些图标进行一次编组 接下来呢我们把圆形的这个颜色 重新改成背景色的样子 吸一下 吸好之后 在形状图标上右键 找到复制形状属性 然后在其他三个形状图标上 右键粘贴形状属性 粘贴之后呢 来双击打开图标样式 勾选我们的投影 那么这个东西你要怎么去调呢 大家有注意到没有啊 在投影的后方啊 这里边有个加号 有个加号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同时添加两个阴影 这个就是加号意思啊 像颜色叠加也是支持两个 见面支持两个 内影支持两个 描边也是支持 那不见得非得是两个啊 它可以两个以上 多个啊都是可以的 我们先把一个方向的影子先调好啊 这样我们可以先做一下 这边的这个影子啊 把这个先做一下 角度的话呢 大概就是-40啊 -40左右 或者-45都可以 然后混合模式呢 我们先改成正常 将它的颜色改成白色 改成白色之后 来调整一下它的大小 大小呢 再稍微的变大一点点 然后距离再去调整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呢 这边是不是有了点效果 对啊 已经有了点效果 但你要注意一下我们的背景色啊 背景色呢 和白色之间 不能说太接近 如果说你的背景色是白色 那也看不见效果 我现在这个背景色呢 是有一点偏那偏向一些那种浅蓝色 偏一点点的这个浅色啊 不要让它背景是白色啊 我们把这个数字再去调整一下 那么调好之后呢 下面呢 我们点击这个加号 再去给它添加一个新的影子 那么这次这个影子的话呢 就是它的相反的方向 对啊 是个相反方向啊 颜色我们给它修改一下啊 这个地方的颜色呢 我们吸一下背景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 稍微的啊 变暗一点 好 变暗之后呢 你发现 为什么我之前调的那个白色没有了呢 你发现这个影子 当把这个对锅点掉之后 它是不是也跑到下面这个位置来 是不是统一是一个方向的 那它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全聚光 我们需要把这个对锅啊 先给它关闭掉 好 关闭掉之后 我们再把刚才的效果重新恢复一下 我这边是按照-45 这边 一定要把它关闭掉啊 然后再把它再勾上去 对吧 这样就同时存在了两个投影 我们再把这个地方的影子 再稍微的暗一点 好 变暗之后呢 大小啊 我觉得虚化程度还是不够 我这里把虚化程度呢 再增强一些 变到了20 那么我们第一层的这个 也是给它增到20 保持一致 对吧 那加上去以后呢 我们这个凸起的这种效果呢 就已经出来了啊 那么这个出来之后 出来以后呢 点击确定 我们把这个样式 点击FS图标啊 右键 拷贝图层样式 再找到这三个圆圈 右键 粘贴图层样式 完成我们所有样式的 这个添加工作 那以上呢 就是关于我们这个 突起按钮的制作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主要是认识到了 图层样式中 它原来可以再去多加一些 这个投影 那你可以继续加 对吧 你还可以继续加 加一些不同方向的 都是可以的 那么添加上去之后呢 怎么删除 选中它 这里是可以给大家进行删除的 这边可以删除啊 然后这个位置的功能是 替换它们这个方向 一个是在上面 一个呢 是在下面换方向使用的 如果说你这个里面的东西比较乱 你可以点击一下这个FX 然后这里有个叫复位到默认列表 点击一次 那它就可以给你清空 就不会有那个东西了 这下面这三个按钮的一个使用 点击取消啊 它这里就不会生效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